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讲表的第137页 丁七 普等三昧愿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我们这个净土中修学法药这个课程 的讲解的最后一次 今天就会把这个课程做一个圆满 那我们下一次 就是清旗六呢 还有一次第二次的这个课程的研讨 那我们就是将这一学习的这个净土中修学法药 它里面的两个内容 第一个呢 就是佛说阿弥陀经药诀选读 第二个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导读 这两个课程呢 我们利用了大概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呢 我们将它学习过一次 那我们利用下一次 这个研讨课的时候呢 假设大家有疑问的 可以写这个纸条 或者是有哪里不清楚的 写这个纸条呢 交给这个学会的这个执事人员 我们在课堂上呢 再来做一个回答 或者是补充 那我们今天呢 要从这个丁七 丁七呢 这个普等三昧院 也就是四十八院的 第四十五个院 那在这个文明得意 这个部分呢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这个六个院 前面呢 丁一到丁六呢 他讲到这个文明得意 那这个文明得意呢 他特别说明到 在还没往生之前呢 就能够得到殊胜的利益 那我们前面 有三个部分 讲到国土庄严 还有这些 出世的卸托等等 这个呢 比较偏向 往生后的利益 那这个文明得意呢 这个法杖比丘 他所发的这个愿呢 他不只 加倍 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这些 众生 而且呢 他也发愿呢 只要 能够 支持他的名号 这个文齐名号呢 就是要文齐 那能够支持他的名号呢 他也发愿呢 来 射受 加持这些 他方世界的众生 好 所以呢 我们在 瘦伯世界 你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之前 你 支持名号呢 也可以同时 得到很多殊胜的利益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 丁七 丁八呢 还有后面有几个 好 这个愿 他特别呢 讲到一个 能够成就 圣道 也就是说 我们上次所说的 这个 聂佛法门 他不是只有 临终求生净土而已 就是我们 支持这句 弥陀名号 你从 试词 乃至于理词 你了解了这个 道理之后呢 其实这个 念佛法门呢 是涵盖 一切的法门 叫做 圆收 一切法门 而且呢 他还 圆超 一切法门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四十八院当中呢 他每一个院都已经成就了 也就是说 你 现在在 说佛世界 你支持这个 阿弥陀的名号 你当下呢 只要能够跟 弥陀的本院 感应道交 你当下呢 就能够得到 四十八院当中的 加持 还有这个 佛陀的这个 威德利的 色授 所以呢 他这个 是在我们的 是在我们其他的法门当中 所没有的 而且比如说我们 假设念 释迦摩尼佛 或者是念 药师佛 也没有办法得到 四十八院的 功德的加持 为什么呢 因为只有 阿弥陀佛 他在 因地的时候 有发这个愿 但是其他的佛呢 他并没有发这个愿 所以你跟他的本愿呢 没有感应到交 所以我们看这个 文明得意这个地方呢 很明显 你在支持 弥陀圣号的时候呢 是超越 支持其他诸佛的名号 包括 前面讲的这些 得到殊胜的果报 乃至于今天 要讲的这些 成就 圣位的果报 成就呢 无漏的智慧的果报呢 这个呢 都是超越 其他的圣道们 唯有 支持 弥陀的名号 跟他的本愿呢 感应到交 这叫做 随顺本愿 因为这个弥陀的本愿呢 他把这个 四十八愿的功德呢 全部呢 射受在这句 名号里面 只要你支持 他的名号 跟他呢 本愿 感应到交 你就可以 现世 也能够得到 这些殊胜的利益 当然你往生净土 那更加是殊胜 那我们这边呢 特别讲到 现世 在你这个 说佛世界呢 你修行的当下 到你临终之前 都能够得到 很多不可思议的 功德利益在里面 好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愿 好 看到这个 无量寿经的经文 我们看到左边的这个消事 那这个 法当比丘呢 他就发愿 假设他未来成佛 他呢 要成就的一个功德 就是 他方国土 诸菩萨众 只要十方世界的国土 这些菩萨的修行人 他能够 文词 他的弥陀的圣号 文词 他的弥陀的圣号 受词不思 能够相续 静电相续的话 这样子呢 可以得到 普等三昧 这是普等三昧 那普等三昧呢 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注释三昧 至已成佛 常见 无量 不可思议 一切如来 那我们这边呢 就讲一下这个 普等三昧 他的内容 他这个普呢 叫做普遍 普遍呢 那这个等呢 叫做平等 普遍平等 普遍平等呢 显现一切诸佛 这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你能够 指齿名号 也就是 欧毅大师在 阿弥陀经 要解里面所说的 你能够达到 礼慈 乃至于礼义心 这个礼义心呢 就是普等三昧 所以这个三昧呢 是大胜的 念佛三昧 不是一般的禅定而已 我们上次也讲 念佛三昧呢 他是射受在 大胜的这个 佛法里面 跟小胜的这种三昧 纯粹的禅定呢 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呢 就像这个 华岩三昧 乃至于华华三昧一样 他不只是有禅定 而且呢 他能够 显现我们 众生的 心性的本体 也就是这个 真乳的 离体 能够显现 这个叫做 礼义心 礼义心呢 把我们 众生 跟诸佛平等不恶的 这个离体呢 把它显现 所以因为你能够 达到这个 离体 所以你能够显现 一切 十方诸佛 这个呢 就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就是 别教的出地 别教的出地的境界 离心 我们上次也讲 破一分的无名 正一分的法身 所以呢 他能够得到这个法身 他就跟诸佛 十方诸佛呢 同一体性 所以呢 诸四三昧呢 至于成佛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证得法身的时候呢 能够常见 无量 不可思议 一切如来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念佛法门 不只只有 临终 求生净土而已 在你现世 像偶一大师所说的 你达到四一心 能够断 见识破 达到离心呢 可以破无名 在你现世呢 就能够得到 这么殊胜的利益 好 不是 往生而已 好 你现世呢 只要你能够 从这个 试词 达到 离词的 好 这个角度呢 你就能够 得到 更殊胜的 好 阿弥陀佛的 本愿的加持 很快呢 可以成就 这个普等三昧 好 那我们上次 也讲到 这个 永明元寿 大师的 这个 饲料卷 好 那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 我们上次 特别强调 这个 临终这一块 临终这一块 说这个 很多禅宗的主师呢 为什么他 会 开悟之后 明星 见信之后呢 他会来修 这个念佛法门 我们上次呢 强调这个 临终 他有 佛力的加持 所以呢 他可以 往生净土 但是另外一个 重点 就是 禅宗开悟的 主师呢 他更明白 来念佛 他能够 现实 得到 更快的 修正 所以呢 他不是说 等到临终 才求往生 他在 开悟之后呢 他明白 这个 心性的道理之后 他更清楚 念这句 阿弥陀的名号 他所产生的 殊胜的功德 在那里 所以你看这个 饲料简里面讲 有禅 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献世为人师 来生做佛主 他这个有禅呢 就是说 这个禅宗的主师呢 他已经开悟了 明心见性了 但是呢 他要悟后起修 他这个 开悟呢 他只是见到这个 心性的 本体的相貌 他只是 看见而已 但是呢 还没震到 他还要经过 这个修正 修正的过程呢 他才能够 慢慢的 破除烦恼 振着这个 无漏的智慧 所以呢 他看清楚 这个心性的 相貌之后呢 他更容易了解 这个 弥陀圣号 所具足的 万德鸿鸣的 这个 功德的 不可思议 所以他为什么 要来慈敏呢 他就是用 礼慈的角度 念念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他这样的这个 开悟的这个 明心见性的这个 功德力呢 再来 再来 词这句 佛号的时候呢 就很快能够达到 修正的结果 所以很多呢 他不是说 临终才 待遇往生 他在世的时候 他依着这种 明心见性的功德力 再来 指此名号呢 这边就讲 他从 四一心 也可以达到 礼一心 那礼一心呢 当然他就可以 现身的 断除烦恼 正德无漏的智慧 为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 因为只有 阿弥陀佛 有发这个 四十八愿的 本愿力 那我们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 乃至于这个 药师佛的 这个本愿当中呢 我们没有看到 这条愿 所以你靠 自立的人呢 他只有 用他的心 跟这个 无漏的 戒定会的法 相应的时候呢 他才能够得到 烦恼的断除 但是我们 这个念佛法门呢 他不止心力 还有法力呢 他更重要呢 还有一个 弥陀的本愿力 的功德力的加持 所以我们看 这条愿呢 就很清楚 为什么禅宗 开悟的祖师呢 他要来修 净土法门 就是这个道理 他现实的修正 也绝对比他 修一般的 这些子官呢 还成就的更快 所以呢 这是现实的利益 就可以得到 这么殊胜的效果 那我们这个 刚刚讲的 这个诸佛呢 都是共同一法身 所以呢 你成就的这个出地 普等上面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见到 十方诸佛 这个就是一个 四四无碍的妙用 因为你正在离体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相跟用 它是一种 法身离体 所现的一个相貌 跟作用 所以每一部的 大圣经典呢 它说明的一个 共同的离体 就是这个 中道实相的离体 也就是这个 普等三昧 念佛三昧 所正道的一个 心性的离体 这是这个普等三昧 所以呢 我们心力 加上佛力 这个加起来的 这种力量呢 绝对是 比你靠 智力呢 来成就的更快 所以它呢 不容易退转 有佛的 本愿力的加持 有佛的 本愿力的加持 好 那么看到这个 下一页 138页 那这个138页 它这个后面的 后面有几个愿 它都讲到这些 修正的这一块 修正的这一块 这个丁八 这个叫 清净 卸托愿 它是在 48愿的 第42个愿 它呢 能够得到一个 清净 卸托三昧 那这个清净 卸托三昧呢 跟前面的 普等三昧呢 其实它是 同一个 念佛三昧 只是呢 它用不同的角度呢 来诠释 前面的普等三昧呢 它是就着 它的体性 广大 就是真如理体的 这个 广大 那这一边呢 讲到清净 卸托呢 是指它的这种 妙用 殊胜的妙用的角度 好 来说明 也就是你成就的 念佛三昧呢 你就能够达到 清净 卸托的妙用 好 我们看到这个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他方国土 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 皆惜戴德 清净 卸托三昧 注释三昧 一发意请 供养 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是尊 而不失定义 若不而者 不取正解 好 我们看到 左边的消失 这个法杖比丘呢 他就发愿 说假设 他未来成佛 他方世界 就是十方世界的 这个国土呢 这些菩萨的 修行众 他能够 闻我名字 就是闻耻 受死不失 敬恋相续 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够 皆惜戴德 清净 卸托三昧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清净 卸托三昧的内涵 这个清净呢 叫做心无懒卓 这个泄托呢 叫做离诸障碍 也就是说这个 聂佛三昧呢 他能够产生 心无懒卓 离诸障碍的 这些功德的相貌 那这样子的功德相貌呢 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功德呢 功德利用呢 注释三昧 一发一请 供养 无量不可思议 诸佛是尊 而不失定义 这个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你达到 念佛三昧的离心 你成就了这个 法身的功德之后呢 出地 菩萨 法身的功德 你能够产生 什么样的妙用呢 一发一请 这么短的时间 能够供养 无量不可思议的 诸佛 而且呢 不失定义 这个就是要 正得法身的菩萨 才能够产生的 这种功德 妙用 这个 定当中呢 他可以生起 无量无边的 异生生 去供养 无量无边的 十方诸佛 而且呢 他的法身呢 常住不动 这就是 这就是出地 这就是出地菩萨 以上的功德 才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愿 也是一样 清净 谢多三昧 也就是成就 念佛三昧的 离心的 殊胜的功德 所以我们在这个 智者大师的 开示当中呢 他讲到呢 念佛三昧 是三昧中王 我们都知道 大乘的佛法 很多讲到一些 大乘的三昧 非常多 比如说 华言三昧 守刃言王三昧 等等 但是呢 为什么智者大师呢 他把这个 念佛三昧 说是 三昧中王 所有大圣的 三昧当中呢 以念佛三昧 最为殊胜 为什么呢 这个智者大师呢 他就做一个比喻 他说比喻呢 这个念佛三昧呢 就像大海一样 那我们这个大海呢 从这个路上呢 不同的江河 流入这个大海 比如说这个太平洋 这么大的这个大海 我们这个中国的 这些长江黄河呢 流入太平洋 来自于美国的 这些河流呢 流入太平洋 同其一位 他的胃呢 融合在大海里面去 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呢 就像这个大海水一样 叫做三昧中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佛 就是我们的 法身的离体 也就是真如 本性的离体 所以一切的三昧呢 只要是大胜的三昧 我们刚刚讲 都是以中道实相为离体 所以呢 他绝对不离开 我们心性的本体之外 那念佛三昧呢 他就是一个总相 总观一切的三昧在里面 同其一位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呢 从这两个愿当中呢 他就加持这些 加行位的菩萨 我们前面讲 定一到定六呢 他比较偏向那些 知良位 那知良位呢 他当然就是求来生的真上身 他假设不发愿 求生净土的话呢 他就是来生 你不能得到一个 六根不拒的果报 也不能得到一个 这个低劣的果报 所以呢 知良位的 就是 法杖比丘呢 也考虑到他们的需求 先加持他们呢 来生 得到一个真上身 当然我们上次也讲 十方诸佛呢 都是劝众生呢 往生净土 往生极乐世界呢 你这些普等三昧 清静却说三昧呢 很快就可以 证得到了 这个无声法忍 不用说在 原来的世界呢 修的时间那么长 你到了极乐世界呢 花开见火 勿无声 很快的 很快就成就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一百三十九月 丁九 丁九 这个丁九呢 叫做文明不退院 文明不退院 那这个是在 四十八院当中的 四十七院 四十七院 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他方国土 诸菩萨众 文我明智 不及得智 不退转折 不举正确 好 我们看到 消失的地方 这个不退呢 就是不退转 不退转 那这个法藏 比丘呢 就发愿 他方国土 诸菩萨众 这些包含了 这些知良位 佳行位的 这些修行的菩萨 他们呢 自己修习戒定会 六波罗蜜 之外 能够来指使 文尺呢 他的这个名号 受死不死的话 他呢 就能够得到 不退转的 殊胜的利益 所以呢 我们在 弥陀经也讲 你能够指使 这个弥陀的圣号呢 你当下呢 十方诸佛 互念 你能够指使 不施 不施 你时时呢 来意念 弥陀的圣号 这样子的话呢 十方诸佛呢 也共同复练 包括呢 这个 阿弥陀佛的 本愿 他的加持呢 也能够 让你 不容易退转 但是我们 上次也讲 关键点呢 你要有办法 指使不死 这是一个 最大的问题 我们 凡夫 比如说 资料未的 他还没成就禅定 要能够指使不死呢 也很困难 那你家型未的呢 他有禅定 但是呢 禅定呢 也容易退市 所以你到了临终 你如何指使不死呢 这个呢 没有达到 为不退呢 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凡夫在这个 往生之前 是有一段时间的 那我们如何 来让我们 到临终之前呢 都不退转 当然我们这一点呢 能够指使名号 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凡夫呢 一般是比较困难 有时候你随境呢 很容易被 这些外境所影响 所以主事呢 他就讲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这些 凡夫的这些修行人 尤其呢 我们在家这个 这个居室呢 他的这个外缘又特别多 那你如何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 把握呢 到临终不退转 这个主事的开始呢 他讲到的一个重点 就是你要 常与三宝结缘 佛法生三宝 那这个主事呢 他在讲到 有两个力量 一个呢 叫做内因力 一个呢 叫做外缘力 就说你在有限的时间 来用功的话呢 你要把握这两个力量 让你在临终之前呢 不要退转 佛生你现在觉得很精进 但是 有时候呢 在不知不觉当中呢 就会越来越退转 大家应该也都看过 有些人一开始很精进 但是呢 过了几年之后 他不见了 看不到他了 好一点呢 是躲起来休息 不好一点呢 就躲起来 不知道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 凡乎位呢 是最麻烦的 我们现在知道说 要达到临终的正念 但是你如何 在这个临终之前 保持平时的正念 就是要靠这个 内因力跟万元力 那内因力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内在的善根 内在的善根 怎么去培养呢 就是你要多兴许佛法 这个祖师做个比喻 这个诸法因缘生 就是说你本身 你过去生 肯定有善根 但是你如何 让你这一生呢 把这个内在的善根呢 更增强广大 就是要有一个祖缘 因缘生 它比喻呢 就像这个钟 你看我们这个 在这个寺庙都有这个钟 你不去撞它的时候呢 这个钟是没有声音的 也就是说我们 凡乎位的这些众生呢 它的善根呢 就像这个钟 它是静止不动的 在种子位 但是你要让它起现行 如何让它起现行呢 你就是你要去增加这个助缘 就刚刚讲的 长羽三宝结缘 所以你这个钟呢 你用功一点 就是像这个撞小夏 它就伸出小生的这个钟生 那你精进一点呢 撞大力一点 这个钟呢 就能够想得比较大声 所以我们凡乎的善根 也是这样子 一般我们的凡乎的善根呢 都是在这个 睡眠状态 睡眠状态 你要把它叫醒 所以你要叫醒呢 就是要把你内在的 这个善根的种子 把它刺激起来 那透过什么刺激呢 当然你要透过三宝的力量 而且有一点呢 更重要的就是你要 熏悉这个佛法的道理 这个佛法的道理呢 能够叫醒你的这个 这个睡眠状态的这个善根 因为他会把它叫醒 所以我们要闻思修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在这个内因力呢 你这个闻跟思呢 就占了一个很重要的 内在的善根 那刚刚讲到这个外缘力呢 外缘力就是我们上次也讲 你要有一个同参道友 善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有时候呢 当局者迷 你这个一天过一天呢 你觉得很自在 每天上班下班 过得很快 但是呢 实际上你这个生命呢 一天一天在减少 我们表面上呢 从年轻到 老 你非常努力去 创造你的财富 你的这些名位 感觉上呢 你是越来越得到越来越多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减少 所以你要去思维这个五场 就是说你这个生命越来越减少 也就是说你这些财富名位呢 是渐渐在消失当中 因为你离的死亡越来越近了 死亡的时候呢 一切呢 不复相随 所以你要靠这个外在的这些住院 同参道友 善知识的提醒 佛则呢 一般我们有时候呢 当局者迷 他活在他自己的世界当中呢 一天过一天 等到这个时间到了 措手不及 那时候再准备都来不及 所以你要提早准备 就是说在晚年的时候呢 你要多栽培来世的善根 你不要再留恋呢 这一生成就什么样的功德 这个呢 慢慢跟你就没有关系了 你未来的来生的生命是更重要的 你要创造一个来生到净土 殊胜的功德 你说佛世界这些名声财富呢 这个都是寻夜发现 就像做一场梦一样 所以呢 你要提早 提早醒来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 内阴力 外缘力 你在这个凡物位的时候 你要把握这两个 你只要把握这两个呢 基本上你到临终之前 就比较能够有把握 在临终之前呢 比较不会退转 当然你要时时念佛更好 但是我们这凡夫呢 要能够直死不死呢 比较困难 所以你要加强你这个 内在的善根的力量 这个智慧的力量呢 也是很重要 好 再来我们看到 丁实 得三法忍愿 这个是在 四十八院的 第四十八 那我们看到 无量寿经的军文 设我得佛 他方国土 诸菩萨众 闻我明智 不及得智 第一 第二 第三法忍 于诸佛法 不能及得 不退转转 不取正觉 我们翻到一百四十页 我们看到这个消逝的地方 这个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说他未来可以成佛的话呢 他要成就 一个功德 就是 他方国土 十方世界呢 的这些 菩萨修行人 能够 温慈他的名号 可以得到 三种法忍 第一 第二 第三法忍 所以这个愿呢 就是补充 前面的 不退转 那这个 三法忍 这第一 第二 第三法忍呢 在这个 不同的 主事的 注解当中呢 也有一些不同 那我们在 这个 无量寿经里面 有讲到 这个 三忍 第一个呢 叫做 音祥忍 第二个呢 叫做 柔顺忍 第三个呢 叫做 无神法忍 所以呢 我们就依着 这个角度呢 配合 偶尼大师的 这个 阿弥陀经的 要解 成就 三种不退 来跟大家解释 那这个 法忍 我们先解释 这个法忍 这个法忍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法 叫做 所正之理 也就是 我空法空 的 真如 离体 叫做法 那这个忍呢 叫做 人正之心 好 人正之心 也就是 你的智慧 你的心呢 能够安住在 真如离体 这样子呢 叫做 法忍 好 那这个法忍呢 有三个层次 这三个层次呢 就是我们 前面所 说的 三不退 三懂不退转 那这个音响忍呢 我们 解释为 第一个 为不退 叫做 别教的出注 那这个音响忍是什么意思呢 虽闻其声 未见其忍 这个 只有听到声 还没看到这个忍 这什么意思呢 表示你跟这个真如离体呢 还比较遥远 为不退呢 我们上次也讲 他就是 断掉见惑 别教的 出注菩萨 为不退 是第一个不退转 我们讲 元正三不退 第一个呢 就是为不退 那第二个呢 叫做 楼顺仁 就是 行不退 那行不退呢 在这个别教呢 就是 出回向 出回向的菩萨 我们讲 实注 实行 实回向 这就是实回向的 第一个 出回向的菩萨 他能够达到 行不退 舍妄归真 心柔至顺 叫做柔顺 舍妄 那些虚妄的心 慢慢呢 趋向这个 真如离体 随顺 心柔至顺 就是呢 他的心呢 慢慢能够 随顺 真如离体 越来越近了 他的智慧呢 也越来越近 这个真如离体 这个呢 就是 行不退 比这个前面的 这个未不退 越接近 所正之理 真如离体 那第三个呢 叫做 无身法忍 也就是我们说的 第三个不退 叫做 念不退 也就是 别教的 出地菩萨 破一分的无明 正一分的法身 所以呢 这个无身法忍的定义 叫什么呢 于一切法 不起不作 诸也行 这个无身 就是不生不灭的意思 他正的呢 真如离体的 不生不灭的 中道实相的离体 这个呢 就是 无身法忍 也就是念不退 所以我们就是 用这三个不退 来解释呢 这三种的法忍 为不退 行不退 念不退 那我们刚刚讲的 你能够指使 这个名号不实 前面讲的 普等三昧 乃至于 清净卸托三昧 这个呢 都是达到第三个 无身法忍 成就呢 别教的出地菩萨 达到念不退 你能正的念佛三昧的 这个礼一心的时候 就是无身法忍 成就 最圆满 则念不退 那你这样子呢 念念呢 流入 萨普洛海 他正得一分法身 他产生的这个妙用呢 就能够无量无边 所以这个呢 就是真正 分正到这个 真乳离体 出地的 这个菩萨呢 真正正到这个真乳离体 好 那么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下课十分钟 好 请大家 打开讲表 讲表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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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人呢 这边特别就指出无身法忍 我们前面讲的是第一第二第三法忍 那这边呢 就讲到呢 这个无身法忍 最殊称的无身法忍 然后我们看到无量寿经的经文 设我得佛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众生之类 闻我明智 不得菩萨 无身法忍 诸身种词者 不取正觉 好 看到 141页 消逝 那法杖比丘呢 我就发愿 未来可以成佛的话呢 要成就 底下的功德 就是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十方世界呢 这么多的世界 当中呢 有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这个众生之类呢 只要他能够 来文词 他的弥陀名号 文这个 圣号呢 受词不诗 就能够得到 菩萨的无身法忍 还有呢 诸身种词 那这个无身法忍呢 我们就 刚刚所说的 能证到 分证 这个 真乳离体 破一分的无名 正一分的法身 那这个 诸身种词 这个种词呢 叫做 种一切法 词一切义 这个一般呢 有些叫做 这是他的这个名称呢 有些叫做 陀罗尼 陀罗尼 就是种词 种一切法 词一切义 就是对于这个 法义 能够通达无碍的意思 叫做种词 那这个 我们看这个 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呢 他 正得 法华三昧的 前方辩 叫做 玄陀罗尼 所以智者大师呢 他也是 正得这个种词 玄陀罗尼 所以呢 你看这个 智者大师的 这个智慧 能够这么殊胜 我们看这个 法华 三大部里面 乃至于智者大师 做了很多的 经典的注解 那最重要的 他还能够把 佛陀所有的这个 一代的词教呢 他能够做一个 叛教 五十八教 这个呢 就是要能够通达 佛法的 毅力的 才有办法 对于这个 法义 通达无碍 他才有办法 把佛陀的 讲的这个法 做一个 分门别类 葬通别远 顿见秘密不定 所以呢 他把这个 佛陀的这个 讲经四十九年 三百余会 他用这个 五十八教呢 把它诠释出来 所以智者大师呢 他的别号 叫做东土小释迦 就像我们 中国的 这个释迦牟尼佛一样 可以媲美 这个印度的释迦牟尼佛 他就是得到这个 玄陀罗尼 所以呢 他能够得到这种 对法义的通达 等到下一次 下学期呢 大家研究这个 天台教官 刚中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更了解 智者大师的智慧 他可以把这么多 复杂的这些佛法 这么广大的佛法呢 他可以有条理的 把它分门别类 而且把这个媲美 他的什么样的 因缘 修正呢 他都能够把它写的 解释的 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个呢 在这个天台的教官里面 他呢 讲的就特别详细 就是智者大师呢 有这个种词的智慧 那偶尼大师 我们看他的著作 他也是智慧非常高的 但是偶尼大师呢 他只说 他只有达到原教明智慧而已 智者大师呢 是原教 观恨慧 所以呢 同样是原教 但是智者大师的这个 智慧呢 就更深了 更广 那智者大师的老师 就是智慧禅师 那他的这个修正呢 就更深了 他叫做 原教的相侍卫 就是 李吉佛 明智吉佛 观恨吉佛 相侍吉佛 分圣吉佛 旧敬吉佛 六吉佛 那这个慧思禅师呢 是达到相侍吉佛 叫做相侍卫 所以呢 他正得六根清净 六根清净位 那在这个法华经里面 讲到这个六根清净 这个六根清净呢 就有这种神通妙用 所以你看这个慧思禅师呢 他的传记呢 他在世的时候呢 就很多的神通妙用 六根清净位呢 他就是六根可以互用 一般我们这个耳朵只能当 耳朵来听声音 但是呢 你达到六根清净位呢 你的耳朵可以当眼睛来用 眼睛可以当耳朵来用 叫做六根互用 这个六根清净位 也是原教的相侍吉佛 就做得到 那当然呢 这个不外就是他的这个 第六识的这种意识呢 已经开显出他的妙用的功能 所以呢 在这个直词名号 他不只可以得到无神法人 还可以得到诸生种词 但是有一个条件 我们刚刚讲的 你要从识词而入理词 才做得到 你要理词呢 才有办法证得无神法人 理心 所以你要对大圣的这个理体呢 要有文师的基础 有文会 师会的基础 你才有办法达到这个修会 假设你在文会的基础就没有 那你就不可能有师会 你就不可能理词 当然你能够试词也很好 你要是能够一直到临终不退转 就像这个永明颜兽大师所说的 这个无产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你花开见火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听闻佛法 也是很快可以得到无神法人 在极乐世界里 很快可以成就无神法人 好 那么再来看到 第112 第112 这个呢叫做 玉生 果税院 这是在48院当中的 第20院 48院当中的第20院 那这个玉生呢 就是玉生极乐世界 这个果税呢 就是税 就是随顺 就是可以满院的意思 就是你想要往生极乐世界 能够满院的内容 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的经文 舍我得佛 十方众生 文我名号 细念我国 执众得本 至先回向 欲生我国 不果税者 不取正觉 我们看到左边的消逝 这个 法杖比丘呢 就发愿 说假设 他未来成佛呢 他要成就 十方众生呢 十方世界的众生呢 能够文尺他的名号 而且呢 能够信念我国 祭祖这个信愿 执众得本 这是我们讲的 这些柱形 修诸功德 的柱形 而且呢 他还可以把这些 修诸功德的 这些柱形呢 自行回向 欲生我国 所以呢 不果税者 不取正觉 也就是说呢 他能够满院 只要你在 十方世界呢 成就了 这个正形 信愿形 能够具足 而且呢 执众得本 修诸功德 自行回向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一定能够 往生 极乐世界 这就是这个愿 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愿呢 我们做一个 比较 我们之前在这个 前面的核心五愿当中呢 第十八愿 叫做 十念必生愿 第十九愿呢 叫做 临终接引愿 那这个愿呢 叫做 第二十愿 叫做 玉生 果税愿 那其实 这三个愿呢 都是 求往生净土 但是 祖师的解释呢 他就 稍微把 这三个愿呢 做一个 区别 解释呢 做一个区别 那这个 怎么区别呢 就是 就是 第十八愿 是比较偏向 下根的 这个根气 比较 下一点的 乃至那些 造恶的 忤逆十恶的众生 这些呢 都是含在 第十八愿 所收射 叫做 自信信药 特别呢 重视这个 自信信药 但是呢 第十九愿呢 我们上次也讲 他比较偏向 上根 根气 比较 利一点的 发不提心 修筑功德 这个呢 就是 第十九愿 射受的根基 上等根基 那这个 二十愿呢 祖师 他 解释呢 这个呢 就是 介于上根 跟下根 叫做 中根 中等根气的 中等根气的呢 就是这个 预生果岁源 他不像这个 下根的呢 可能会去造那些 五逆十二 或者是 十二页 但是呢 他也没像上根的 那么精进勇猛 发不提心 修筑功德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 介于 中根 上根跟 下根的中间 叫做中根 他也呢 指使名号 信愿祭祖 乃至呢 他也修筑功德 但是呢 没有像 上等根气呢 那么精进有门 所以呢 这三个愿 十八 十九 二十 就射受呢 不同类的众生 但是他目的呢 都是要 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进土 好 那这一边呢 我们就把整个呢 四十八愿 做一个介绍 那这个四十八愿呢 都是已经成就 在这个法界 在十方的法界当中呢 已经成就圆满的功德 不是过去 也不是未来 所以你只要能够 跟弥陀的本愿 感应道交 随顺本愿 顺从本愿的话呢 你就能够得到 四十八愿的 功德力的加持 那每个人的相应 当然就是随你的心 跟这个法呢 他的相应的深浅 而有差别 你相应的越深 你得到了这个 四十八愿的加持呢 就越强 你相应的比较浅 你得到了四十八愿的 这种功德的加持 就比较小一点 比较弱一点 所以就是你的心呢 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 这个弥陀的本愿功德 都已经成就圆满了 都存在这个十方法界当中了 那剩下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 去跟他感应道教 这就是你自己要去准备好的 那我们翻到一百四十二页 最后 甲三 结识劝修 我们将这个前面的这个四十八页 解释过之后 我们结识劝修呢 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总结法要 那再来就是 以二 结识劝修 我们用这两个内容呢 来做一个总结 总结我们整个四十八愿 的功德呢 我们应该如何去感应道教 在这个修学当中呢 如何去把握这个重点 那我们先引用 这个偶遇大师的开示 这一段呢 也是在这个 阿弥陀经要解里面 当之光寿名号 皆本众生建立 以身佛平等 能令慈明者 光明受命 同佛无益也 父次 由无量光益 故众生生极乐 极生十方 见阿弥陀佛 即见十方诸佛 能自度 即普利一切 由无量受益 故极乐人民 即是一身补促 皆定此身成佛 不治一身 当之 离却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 而离却阿弥陀佛名号 何有测证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愿生失之 愿生失之 我们看到 143页 我们加以解释 这一段 偶一大师的开释 就是 我们把它分成 三段 来解释 第一段 总标 第二段 别名 第三段 解释 那总标 偶一大师就开释 当之 就是我们一个念佛人 应当了知 这个光寿 无量光 无量寿 这句的名号 这无量光 就是我们 第十二愿 光明无量愿 无量寿 就是第十三愿 寿命无量愿 那这两个愿 做一个代表 那这个名号 就是弥陀名号 涵盖了 所有 阿弥陀的 所有功德 用这个无量光 无量寿 这两个 功德 来做一个代表 那实际上 这个弥陀的名号 它是 种词 所有 阿弥陀成就的 四十八愿 乃至于 法身 净土的功德 那这句名号 它是 依着什么 来建立的 就是 皆本众生 建立 这个本 就是依着 依着 众生的 心性本体 来安立 这句名号 也就是 这句 迷陀名号 就是 法界 离体 也是我们 众生 跟 十方 诸佛 所平等 不二的 心性的 本体 叫做 皆本众生 建立 那这个底下 就分成两个角度 来说明 什么叫做 依着 众生的 心性本体 来建立 第一个 右边 这个就是 依着体性 左边 就依着 作用 一个体性 一个作用 一个本体 一个妙用 那就在本体来讲 这个心性本体 以身佛 平等 这个体性 心性的本体 众生的心性本体 跟十方诸佛 乃至于 阿弥陀佛的 心性本体 都是平等不二的 叫做 身佛平等 众生的一根佛 没有差别 平等不二 那再来 我们看到 左边的作用 这个妙用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文明得意 文明得意 能令 持名 则 光明受命 同佛 无异也 所以文明得意当中 现实可以文明得意 乃至于 来生 成就 往生净土的功德利益 这个得意 现实的利益 还有来生的利益 都是透过 指使这句名 指使这句名号 所以 实名者 就是能够 指使这句名号的 十方 世界的众生 只要你能够 指使这句 弥陀的名号 可以得到 现实的利益 乃至于得到 往生净土的利益 所以底下 这偶遗大师 就用两个来 说明 你能够成就 光明 还有成就 寿命 无量光 无量寿 能够把你的 心性的本体 也开展出来 透过这句 弥陀的名号 把它开展出来 来 成就 跟十方诸佛 乃至于阿弥陀佛 同一体性的 这个本体 所以 跟阿弥陀佛一样 可以无量光 还有无量寿 所以这个光明 我们看到 在这个四十八院当中 第三个院 它有 深金色院 每个众生 往生极乐世界 都是深金色 它有光明 那旧的这个 这个空间来讲 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到十方世界 没有障碍 所以 这个就跟 迷陀的无量光一样 可以 骗照 十方世界 也就是说 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跟十方世界 是没有障碍的 这个也是光明 无量的意思 那寿命 无量 就是 第十五院 随愿 修短愿 每个众生 每个人民 都是 无量寿 跟 阿弥陀一样 寿命无量 除其本愿 他有这个 在阴地的时候 他有这个本愿 想要很快去 回到他的世界 去行菩萨道的 就比较短 那有些 他就是 一直 在极乐世界 成就到 这个 一生不处 等于菩萨 所以 我们 透过这一句 弥陀的名号 辞明者 就是你 透过 指使这句名号 可以成就 现实的利益 乃至于来胜的利益 成就 无量光 无量寿 种种的 殊胜的功德 这是 第一段 总标 总标 那再看到 别明 别明 阿弥陀一大师 就继续开示 他就着 无量光 还有无量寿 的这个角度 来说明 这个无量光 意 就指的 就是空间 没有障碍 十方世界的空间 没有障碍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成就了 无量光 明 的功德 可以到 十方世界 没有障碍 那无量寿的 他的义理 就是时间 没有障碍 时间 无量 有无量寿 跟阿弥陀一样 无量寿 所以就着空间 没有障碍 时间 没有障碍 来诠释 极乐世界的 殊胜的功德 那就着空间 没有障碍 这个角度 底下 欧依大师 就说明 故众生 生极乐 极生十方 见阿弥陀佛 即见十方诸佛 仁自度 极普利一切 那这个 生极乐 极生十方 我们之前也讲 他有这个 神族通的愿 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等同 可以随时 去十方世界 亲近 十方世界 乃至于 这些 供养 听法 都可以 所以见到 阿弥陀佛 你往生极乐世界 见到阿弥陀佛之后 就等同 有这个能力 是见到十方诸佛 所以我们之前 在这个 四十八月里面讲 他在这个宝物 乃至于这个宝树里面 都可以见到十方世界 乃可以 见到十方世界的 诸佛 在他的国土 说法 所以这个 就我们刚刚讲的 他空间已经没有障碍了 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 十方世界 你都没有障碍 这个就等同 出地菩萨 的功德 他的神通妙用 那人制度 即 普立一切 你很快 可以成就 无神法人之后 当然你就有 这种知良 你这个成就 法身 你就有 报身 还有化身 可以 随远到十方世界 去 亲近诸佛 乃至于 普立一切众生 可以随眼 视线 法身 菩萨 他的这种 神通妙用 就非常不可思议 那再来我们看到 无量寿 这个时间 这个没有障碍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民 都是一生补促 都可以一生 成就 等觉菩萨 除了 我们前面所说的 他这个 随愿修短 他有些 他的这个 大悲心 比较强的 他在发愿 往生 极乐世界的时候 他就成就 出地的时候 他就很快 回到他的这个世界 去行菩萨道 这样子的 之外 其他 都是在极乐世界 成就 一生补促 所以 必定 一生 无量寿的时间 绝对可以成就 无上菩提 不用等到来生 不至一生 不用等到来生 好 再来看到第三段 解释 当之 离却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这个 现前一念 就是我们众生 我们前面讲的 直尺名号的众生 的能念之心 心力 不可思议的 这个能念之心 那我们众生 能念之心 也是一样 跟诸佛一样 心性的本体 是一样的 也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 以不可思议的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来受持 阿弥陀的名号 所以阿弥陀的名号 也就是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法界离体 离却 阿弥陀的名号 何有测证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就是我们 这个 直尺名号的人 你离开了 这个 弥陀的名号 你很难去 测证 测证 就是彻底的 正到 这个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的 这个离体 所以我们 就着前面 无名得意 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 直尺名号 很快可以正得 现前一念 无量光寿之心 也就是 无生法人 这个 众生 跟佛的 平等不二的 离体 你透过 指使这句 名号的时候 比你 修其他的法门 会更快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句 名号呢 他的功德 已经巨组了 所以我们 一般人 可能会忽略 这句名号的 殊胜 有时候 我们会太容易 觉得太容易了 但是有时候 你要去思维 说这句 名号的功德 其实他要成就 是很不容易的 你看这个 法藏比丘 他思维了 五节 来构思了 这个四十八愿 而且 他构思了 这四十八愿 再透过 无量节的 菩萨道 六度万恨 才成就了 他的这个 四十八愿的 本愿功德 所以我们有时候 因为太简单 所以你会忽略了 这句名号 功德 他所具足的 万德 殊胜的功德 所以有时候 我们要思维 要思维 这个名号 乃至于 四十八愿的 所含的 功德利用 那你在 意识 这句名号的时候 你就会 非常的专注 而且你会 觉得难遭遇 所以在这个 在这个经典 经论上 他也做个比喻 他说我们 这个众生的心 就是经常 打妄想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 有时候念佛 我们念一念 就很容易 打妄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一般的 凡夫 都有 常见 常见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现在打妄想 没关系 反正我明天 再念也可以 他会觉得 他的时间 还很长 所以我现在 浪费点时间 无所谓 他没有那种 很紧要的 很慎重的心 所以我们看这个 你看这个 下品下生 为什么 他地狱火 现前的时候 他这个 没有这种 打妄想的空间 他这个心 就是 不是念这句佛号 就下地狱了 所以我们 在念佛的时候 你要是能用这种 很慎重的心 去念这句佛号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专注 你不会觉得 好像时间还很多 所以在经论上 他也做一个比喻 在这个经论上 他说 这个 他就是用一个死刑犯 在古时候 有这个死刑犯 那死刑犯 都要被砍头了 都是要被处死刑了 所以 他给他一个机会 所以 有这个 赦免你死罪的机会 他这个死刑犯呢 你的头顶上 要顶一个油 一盆的油 那一盆的油呢 至少是九分满 那你要从这里 走到那个地方 从这里走到对面 只要你这个油呢 只要你这个油呢 不滴下来 你就能够 减免这个死刑 否则呢 这个油一滴滴滴下来呢 这个随时 这个筷子手就在旁边 准备砍你的头 所以这个众生呢 他就会小心翼翼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敢打妄想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一打妄想呢 这个油滴出来 他这个头就不见了 所以我们假设一个念佛人 你能够这样子的 慎重的心来念这句符号的时候呢 你一定能够很快得到一心 因为我们众生就是这样子 他的这个打妄想 已经变成习惯了 所以你会觉得 好像往生离你还很远 你会觉得好像 我还可以活一百岁的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 训练你每天要去修这个 死末无常 你至少花五分钟的时间 来思维一下 你要往生的时候 你怎么来保持你这个正念 你这念你一打妄想 就到了这个 首佛世界在德国报了 那你不打妄想 指使这个名号 你就能够继续求生净土 所以你要是念念呢 都能用这种 专注的心来念佛 那肯定呢 你很快就成就一心不乱 所以这个你要尝试地 去提醒自己 所以一般我们凡夫呢 都会有常见 他会觉得佛号太简单了 好像 就是这样子 随口就念过 他心里没办法跟这个佛号相应 好 好 再来我们看到一百四十四页 最后一页 以二 劫事劝修 那这边呢 就是用这个偶尉大师所说的 三立不可思议 我们整个 指使名号的 就是透过这个三立 来感应道教 第一个 佛立不可思议 就是 阿弥陀佛的大愿立 这叫做人印 就像这个天上的月亮一样 他随时都在天上 鲁鲁不动的 所以 佛的大愿立 我们说的四十八愿 都已经现在成就了 而且呢 死死都存在 就像在天上的月亮 鲁鲁不动 那剩下来就是我们 能感的这一边的问题 所以你这个水 地上的水呢 就是能感 所以你这个水要准备好 关键点就在 众生这一块 所以有些人呢 到了临终说 为什么 阿弥陀佛不来接他呢 这个不是阿弥陀佛不来接他 其实阿弥陀佛 随时都要来接你 但是你的心没有跟 他的本愿感应到教 所以你这个心呢 要清静 你到临终的时候 你不能太浮躁 你太浮躁 你这个佛号就 不相应了 所以为什么临终的人 只要一浮躁呢 就很难往生 你只管你好好的 具足信愿行三之两 你感应道教的时候 阿弥陀佛呢 他随时 等着去接引十方的众生呢 往生他的净土 所以不是佛这边有什么问题 也不是这个名号 功德力有问题 完全能不能往生呢 就是在你这个心力 自信功德力 你这一块呢 你要去调伏你的 妄想跟颠倒 所以我们刚刚讲 你一浮躁 其实你就是妄想颠倒 你这时候 你的佛号都不见了 你如何用这种 妄想颠倒的心 去跟阿弥陀佛的本应 感应道教 你这一念已经跟他 不相应了 所以你只要准备好这个条件 决定万修万能去 一万个人准备好这个条件 一万个人都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法力呢 就是这一句 名号功德力 法力不可思议 心力呢 就是我们众生 支持名号的众生呢 他的自信 的功德力 也就是你的信愿行三之两 整部阿弥陀经 就是在讲信愿行三之两 所以你的自信 你要准备好 深信切愿 支持名号一心不乱 信愿行三种之两 心不颠倒 来跟阿弥陀佛的本应 感应道教 透过这个弥陀的圣号 万德鸿鸣雷 做一个桥梁 来跟四十八院 已经成就十节的 这个四十八院的功德 感应道教 所以底下感应道教呢 就是月影 你这个水准备好呢 这个天上的月亮 就会随时陷在你的影中 也就是你临终 就能够见到阿弥陀佛来建议你 是透过你的心 来跟佛感应道教的 不是单方面的 所以我们之前讲 不是完全靠 佛的本愿 当然佛的本愿 特别殊胜是没错 但是我们也是发现到 很多修行念佛法的 为什么他临终 他往生不了呢 你说佛的本愿 基本上是没问题 那这问题就出在我们 众生的这个心 所以我们要检讨我们的心 平时就要检讨 你平时用什么样的心 来念这句佛号 用什么样的信愿 你都要是每天去观照 去检讨 你要到临终再去调整 都来不及 所以我们学习这个 阿弥陀经药解 乃至于这个 阿弥陀尔四八院 就是说你透过这个 对于这个 净土的思想的理论 你要去深入的去思维 乃至于应用在你的 平常的修行 乃至于你平常的 深口意上面 用这个道理来做一个对照 你每天去做一个对照 你就知道你能不能往生 你达到这个标准 绝对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万修万人去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你自己要每天去检讨 那在我们看到左边有一个图表 这个图表呢 这是如何让我们的心 跟这个佛能够越来越接近 我们看到最上面的呢 我们看这个佛 就是阿弥陀的弥陀大愿 他这个是清静圆满 那左边的这个心 就是我们众生的心 很多的这个点 代表我们的妄想颠倒 执着特别多 所以我们这个心呢 凡夫的心 就是我们现在的样子 随时打妄想 又执着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这个心如何要去跟佛呢 慢慢接近呢 我们看到上面 心持法 用你这个凡夫的这一念 妄想的心呢 来设持 法力不可思议 也就是指此名号 你这个妄想的心 我们上次讲 这个佛号投于乱心呢 乱心不得不佛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本来这个呢 很多的这个杂质的 本来我们的内心当中 每天打了很多妄想 但是呢 我们现在开始要修醒了 开始要 修这种清静的念佛法门 所以你要下定决心呢 你这个心 不要再跟这个妄想执着 常常打交道 你要慢慢跟这个 清静的名号功德力呢 经常打交道 这样子呢 心持法 法持心 你这个心呢 念这句佛号 这个佛号呢 用来慢慢转变你的心 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这样子呢 你透过佛号呢 慢慢进化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我们凡夫的心本来是乱糟糟的 问题一大堆 获叶苦很多 但是呢 你现在先不管 你先好好的把这句佛号 念在你的心中 那些烦恼 妄想 暂时都把它放到一边 把这个佛号呢 指使名号呢 能够坚固的把它指使住 所以呢 这个佛号在你的心中呢 就慢慢会有力量了 这是底下你看 这个佛跟你的心呢 你们看到越来越接近了 乃至你的心的这个黑点也越来越少了 这个我们就是有进步了 这个念佛一段时间 信愿形三支两慢慢累积 那再来第三个阶段呢 就更接近 这个修行是要有次第的 我们绝对不可能说 一下子呢 跳到很高的境界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上次也讲 你要从一分钟开始训练 你一分钟要 中间都没有打妄想 来指使这个名号 乃至于两分钟五分钟 你不能把这个妄想呢 打成习惯了 那你到临终你 一念的偏差 你就随这个妄想的这个业力呢 去受生 那到了最后 最底下呢 心跟佛 人所双妄心佛不恶 最后的目标 能念的心 所念的佛 双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妄不是无的意思 这个妄是什么呢 就是清静的意思 你能念的心 跟所念的佛呢 都融合一体 清静的 这样子呢 就是心佛不恶 你的心 跟佛的心呢 能够感应到教 跟这个佛号呢 融合一体 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这个呢 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我们一般凡夫呢 叫做恶性循环 恶性循环怎么说呢 就是你打忘墙 祸 然后再造业 然后得苦 得这个果报的时候呢 又起烦恼 又造业 所以我们就是 凡夫的心呢 是后业苦 随时在流转 那我们现在呢 要改变了 就从你这个 不起烦恼 不要妄想执着 这个地方呢 把它停住 所以你 你现在念头呢 要改成去 直辞名号 不要再跟那些 烦恼 颠倒 执着呢 打成一片 否则呢 你这个恶性循环呢 越造业越多 那来生呢 那生死就无量了 所以呢 我们就透过这个 这个表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呢 你要有次第 一步一步的去做 所以透过呢 信愿行三之两 一步一分 来做这个工作 但是绝对不是 一天两天的事情 那肯定是 要长时间的累积 你要定期做定课 而且要有共修 大家一起的力量 提醒 因为我们这个妄想执着呢 不是今天才打的 你在无量节的时间呢 已经打成一片了 我们讲说任运 任运打妄想 就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为什么可以任运打妄想 因为这个妄想 在我们的心中 已经很自然了 但是你要把它训练到 能够任运念佛 这个就是你开始 转变的 我们上次讲 达到等词 九星柱的等词 你就能够 很自然的把佛号提起 而且能够相续不断 这样子的话呢 你往生净土 才有希望 所以我们就 就着这个 信愿型的角度 你去检查 你的信愿 是不是坚固 你每天要去检查 那以至于你 佛号呢 在你的心中 是不是有力量 还是说 边念佛边打妄想 这个就没有力量 所以这个你每天呢 要去用这个 信愿型来 做一个关照 那你平时呢 准备好 那随时哪时候 临终 那绝对呢 很自在 因为你平时都准备好了 好 那么我们就是 大致上呢 这个净土中 修学法药 就是 跟大家说明到这里 好 那我们 星期六 还有次研讨 那我们来做一个 问题回答 还有一些重点的 一些复习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到这里 好 回向